不要的工作表,像這兩個空白工作表按右鍵當然應該把它移除啦 按右鍵把它移除 好來,我們再複製一份 一樣是出版社,不過這次我想問的是價格 點在這裡Ctrl C 複製,按兩下Ctrl V 貼上 那這個呢 這次我想知道什麼 看一下 好,在小的地方再做更改 我想知道各家出版社價格 打勾完呢,預設還是要加總 那先不要管合計,確定一下 來 我們先收到第二層 價格在這裡,選錯了 他抓到誰,書名 書名 老師為什麼不用書名分類,因為這每本書都不一樣 如果每本書不一樣,這每本書就是一個類別 那沒有意義 我們要用的是什麼,出版社 就要想清楚 好來 那出版社 這個520什麼意思,展開來看一下 他是把我三本書的價格加起來 120 250 150加起來是520 這價格加起來沒有意義 我想知道什麼 這家出版社最貴的書是多少錢 最便宜的是多少錢 平均是多少錢 這才是我要的 那怎麼辦呢 哦,所以再來一下 來,小記的地方呢 這個價格我關心,但是我不是要加總 沒有人把這個價格加總,沒有意義 我想知道什麼 平均價格 函數是可以改變 所以各家出版社的平均價格是 這家是173 那我想知道最貴的勒 再來吧 最貴的書呢 最大值 他們家出版社 收起來,收到第二層 第三層什麼 賣了三本書啦 120,250,150,最貴是250 180,250,260,最貴是260 收到第二層看起來比較簡潔 最貴250 那最便宜的呢 再改一下函數吧 叫做最小值 所以我想知道各家出版社 他的平均價格 他的最高的 他的最便宜的 各多少 利用小記的分類整理也很方便 所以想跟你提的班,你想告訴你 這個是橡木 函數是可以更改的 函數可以更改的